大家好 星期二日報 今天是2022年9月8日星期四 可能照片比較茫茫茶茶 警方明天下午會處理一個位於鶴咀對開的海域發現的水雷 海市處中52點到明天的明日行動結束期間 都會封鎖水雷位置方圓一公里的水域範圍 期間船隻不得鎖進封鎖範圍 由於處理水雷也會發生巨響或激起浪花 警方在今日中52點已經封鎖附近一帶的山徑 山都不准行 禁止遊人走近 以拆安全 而鶴咀一帶範圍的空域也由明早起9點到下午3點列為臨時限制的飛行區 即是海、陸、空三方面都封鎖了 其實為何會發現這個水雷呢? 事後警方上個月接獲一個市民的報告 就說在鶴咀爾東的海域進行潛水活動時發現一個懷疑的炸彈 經調查後確認炸彈是位於鶴咀東北約1.4公里15米深的海廠 炮炸品處理貨人員期後到現場進行檢驗 確定炸彈是一個二戰時期遺留的鷹式水雷 大約是圓球形大約高就有1米 長度就有1.5米 估計都有一噸重的 那個水雷雖然沒有即時的危險 但裡面內藏了500磅高性能的炸彈 相信仍然是具有爆炸的威力 爆炸品處理貨人員決定在水底處理這個水雷 解除有關威脅 真的不看都不知道原來水雷是這樣的 警方更加說這次是第一次在本港的水域發現完整的水雷 強調引爆行動就不會影響海岸保護區和學著一帶居民 數下手指其實這個水雷已經在 留下了在海床多70年了 好 這一節的節目內容就暫時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記得按like 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分享 有能力的就訂閱Patreon頻道 還有like 星期二日報 subscribe 星期二日報這邊的頻道 多謝 拜拜